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今天我們在攝影棚呢 是一場購物專家的大對決 因為兩位都是非常會講 但我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做一首好菜 但兩位聽說 都是很優秀的媽媽 我們來介紹的是 育晴姐 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余安姐 嗨 大家好 當然營養的部分要交給 就是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靈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兩位媽媽到底會不會做菜 會啦 這麼簡單 那倒不一定 剛剛那個之前甄莉姐來 她真的不會做菜 開火鍋店老闆娘 不一定要會做菜 對 她只要會出一張嘴 出一張嘴就好 但我們是真的會做菜 妳是真的會做 就是家常菜 家常菜 妳的拿手菜是什麼 我不能說我的拿手菜 因為基本上我大概都會 沒有啦 太噁心了 太噁心了 沒有 就是真的很簡單 就是媽媽的味道的家常菜 對 然後我煮菜有一些些的這個原則 我希望顏色要豐富 所以其實我喜歡 比方黑白紅紅綠 這種營養師最喜歡啦 都有考慮到營養 對 黑白紅紅綠 五色舒服 對 就盡量豐富 就是不會單一種 說妳今天要吃葉菜類 妳就全部都綠色的 我基本上顏色會比較喜歡 繽紛一點 然後我喜歡做 小朋友的愛心便當 好優秀喔 我的愛心便當不得了喔 可以出書了 真的假的 那趕快出啊 沒有啦 妳就說妳的愛心便 小朋友愛心便當 拿出去是很有面子那種 很有面子 一打開來比方說像熊本熊 然後小青蛙 她每次在Facebook放那些便當 我們都想跟她訂 真的耶 然後就很多人都已經想說 妳是想逼死多少媽媽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比方說 就是熊寶貝 然後青蛙 反正就是只要是妳想得到的 一些可愛的卡通 就是只要我孩子要出去 因為她現在四歲嘛 是 然後幼兒園會有一些 什麼戶外教學啊 就要帶便當啊 對 要比較耶 好得了 打開來 多有面子耶 媽媽 對啊 其他媽媽都漢言 心想說 真的 那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偶爾來一次就好 不要天天我也受不了 那妳這樣做是因為妳小朋友 挑食嗎還是不挑食 她其實不太挑 可是我希望她什麼都吃 是 我現在只有還沒有讓她吃的是苦瓜 苦瓜 沒有苦瓜 其實小朋友真的難接受 對 那青蛙她其實也吃喔 金椒 金椒 黃椒 就是 可以跟她 跟她講的一定顏色 她看到顏色她會很喜歡 那其實算滿棒的 對 她不挑食 她喜歡蔬菜水果 但是這樣比起來的話 旁邊這位 余安姐她可以是說 妳問我拿手菜 妳拿手菜 沒有…妳很挑食 她剛剛講的上述那些 妳都不吃吧 妳真的很挑食嗎 沒有 基本上 我跟廚房的關係 我的拿手菜就是白開水 白開水是什麼 鬼拿手菜 我在廚房 唯一會開火做的事 就是燒開水 妳連煮飯都不會 電鍋按下去 那妳今天來騙通 妳今天是騙通告的 對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每次上這種 需要料理的節目 我就會特別去學一道 真的 所以目前為止我會三道 因為上了這第三次 今天這都三道 所以妳有什麼東西不吃 妳應該問我什麼東西吃 妳吃什麼東西呢 我基本上吃漂亮的 然後不能太軟的 然後 就是形狀不能太醜的 漂亮的 形狀不能太醜 但妳的醜不太 譬如說黑色的東西我不吃 為何 黑色食物多好 妳為什麼要吃 什麼黑木耳 香菇 對 木耳什麼的 我曾經吃過一盤的那個 義大利麵 然後但是 墨魚 沒有 不是墨魚 它裡面有炒 有炒黑色是什麼 香菇還是木耳我忘記了 或橄欖嗎 對 基本上它上菜對不對 然後我的習慣是 我不吃的東西 我會把它挑出來 然後擺成一坨 所以等到那個 服務員來收盤子回去的時候 他說 妳擺得比我們上得還漂亮 妳把那一坨擺得很漂亮 對 我把那一盤 草麵裡面的木耳挑出來 然後金針菇味 然後綠色 綠色是什麼東西 金針菇白的不是黑菜 花椰菜 我不喜歡那個芯菜 花椰的菜我吃 蘆筍 蘆筍 我不太喜歡 它上面那個皺皺的東西 我不喜歡 青江菜 什麼是青江菜 我真的 青菜 青菜我只吃花菜 然後還有煮爛的白菜 煮爛的白菜 就是譬如說火鍋有白菜 對 我要用火滾 滾到有點像那個滷白菜這樣子 對 北菜肉這樣子 而且聽說你去吃人家餐廳 然後吃到人家 連主廚都跑出來問說 請問對我們的 有什麼意見 對 有什麼意見嗎 因為有一次我去法國 然後吃一個就是餐廳這樣子 然後你也知道法國人 對他們的食物都是 他們料理都 主廚都是很自豪的這樣子 然後我一個人去吃 然後我就吃那個 你知道法國人的菜 很愛用那個什麼菇 菌那個東西 對 然後他就上來一個 因為 menu裡面寫法文 然後英文很多東西 很多單字我又不好意思 拿手機起來查單字 我想算了 我就點他一個set 一個set來那個 一上來就是一盤的菇 我就從裡面挑我能吃的東西 就一盤菇 你所有的菇幾乎都不吃 你就挑辣椒 蒜頭 黑的也不吃 對 然後我挑到後面 你剩什麼 我好像吃飯 麵條吃掉 麵條 辣椒跟蒜頭 對 就這些吃掉 然後那個服務員 大概來看了我三次 他想說我還沒吃完 又走了 又來 又走了 妳比法國人吃飯還慢 你知道法國人吃飯非常慢 很慢 到8點還沒出來 我那一頓餐吃了三個小時 手機的電池用了兩顆 我一直在滑手機 無聊 後來我才知道 為什麼我的餐特別慢 是因為他以為我沒吃完 到最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這個已經結束了 請你收走 收走 然後接下來主廚 端然那一盤出來了 他說 他講的 因為我大概猜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菜有什麼問題 妳為什麼不吃 而且是米其林餐廳對不對 對 妳這樣真的會讓主廚回去哭死 很難受 妳怎麼哭死 沒有 他進了米其林餐廳 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一個客人沒吃完 大家都是慕名而來 那妳一定聽得懂 他一定在問你不刮 為何 不刮 我沒有問 你為什麼不刮 不刮 他不刮 我就不吃 NO 那他應該很 他的臉應該很沮喪吧 我覺得他也搞不懂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他 我為什麼不吃 我說Ugly 所以Ugly 天啊 你認錯 真的假的 你這樣真的很沒 你這樣真的很傷人家的心 可是我不吃 我就不吃 然後米其林又很愛用那些東西 我不懂 那你就不要去米其林餐廳 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法文 可能真的 沒有很清楚的是 他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真的誤點 你小朋友挑食嗎 他們不挑食 我覺得就是老天爺都安排好 就是媽媽越會什麼 小孩就越不會 然後媽媽越不會 小孩就越會 然後因為我的兩個小孩 在小學之前是我媽媽帶的 對 所以我媽媽在我身上看到 就是不好好教的下場 所以他對我兩個小孩 都是很認真跟他講 什麼菜很好吃 然後我媽想盡辦法 煮他們能吃的 所以有一次我們去吃火鍋 就譬如說 像我煮那個Shabu Shabu 基本上那個菜盤上來 我大概只放兩三樣 就把裡面我要的挑出來 太醜的不要 對 太醜的不要 黑的不要 然後有散的不要 就是上面有散的我都不要這樣 對 然後我就放在那裡 每次我去吃Shabu Shabu 我只要看到有這種客人 因為我很愛吃菜 我都很想要跟他講說 你可以給我嗎 我可以把肉換給你 我女兒是這樣 我好愛吃肉 我女兒就這樣 他說媽媽你不吃金針菇嗎 我說不用 那你可以給我嗎 然後好 他就夾煮熟對不對 他煮熟夾起來 他就說 你確定不吃嗎 這好多營養 對 妳要不要吃 然後我女兒最愛補具 很好吃 妳要不要試試看 我突然想說角色好像 就是亂掉了 真的 浪費 所以今天兩位來PK這人 會滿精彩的 真的浪費了 對啊 這太浪費 妳等一下食材 我們煮的都要吃掉 不是小孩吃而已嗎 妳也要吃 沒有 妳也要吃 我們本來是小孩吃 我們不是弄給他們吃 對 妳弄給他們吃 但我這樣規定妳要吃掉 我現在退通告來的 我問妳 蓮藕妳吃不吃 說實話嗎 不吃 妳不吃蓮藕 我不吃蓮藕 她也不黑 都白白的 她有幫我收換 So ugly 她有動收換 對 但是我吃 我不吃 但是我吃過 為什麼我會挑這個是 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 製作單位跟妳講說 題目是蓮藕 我就想說我在上海吃過那個 就是我今天要做的那個東西 對 然後我喜歡桂花 所以我就記得我吃過有桂花味道的蓮藕 所以我對它印象不差 只是它醜 那妳答應我 我們等一下給妳蒙眼吃一小口 對 妳給它蒙眼吃好了 好 我盡量不要看到它的形狀 好 不要看到它的形狀 或是妳撇過頭 或是妳這樣蒙起來我為妳吃 好 好 可以 哪有那種自己做菜 然後自己不吃的有沒有 好 剛剛就提到了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就是蓮藕 但是妳看到婆婆媽媽上市場 去買蓮藕真的要注意 有一些蓮藕看起來白白的 妳就會覺得好漂亮 好想買 但是有專家告訴妳 其實有一點點黑黑的蓮藕 反而是比較好的 它如果沒有漂的 它就是隔天它一定會變黑 你放久了一定會變黑 漂白過的蓮藕怎麼辨別 讓菜市場的攤販教妳想什麼 冰起來它一定會越冰越黑 冰起來還是會變黑 一定都會黑 顏色套在哪兒 因為一個是昨天的 然後兩個是今天的 漂白蓮藕就算買回家放再久 表皮也不會轉黑變黃 實際到蓮藕產地台南白河 問蓮藕農就知道 沒漂白過的蓮藕 顏色應該是淡粉紅或米白色的 本來我們這款的 無蠻枝的 這枝比較紅 比較大條 實驗比較更清楚 到菜市場買的蓮藕 切開放一段時間後 顏色開始轉紅變黑 泡過藥劑六小時後 蓮藕完全沒變色 嘗試買的蓮藕 切開顏色比較淺 浸泡過氧化清後 酒放也不會變色 漂白蓮藕充斥 專家說削完皮後的蓮藕 較難區別 民眾想安心挑蓮藕 最好還是買了以後放個幾天 看表皮有沒有變色比較好 專診即將 陳先生 黃沛如 談談高雄 走走走走 所以如果蓮藕的皮 是會變色反而是比較好的 我們不要硬是挑說 那個看起來白白的對不對 那提到蓮藕 聽說蓮藕是對身體很好是不是 對 其實蓮藕 因為剛剛會變色 其實你就知道 它裡面的多分類成分其實很高 多分類對女生的皮膚 抗涼化其實都很好 然後另外本身生的蓮藕 它有三膏 一個是維生素C很高 對 然後一個是纖維很高 它在澱粉裡面 它100克大概有3.2克 左右的膳食纖維 它跟那個地瓜 我們一般知道地瓜 不是膳食纖維很高 可以相PK 真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選擇地瓜 偶爾其實也可以換成蓮藕 對 然後另外一個膏 其實是膏甲 所以其實它對冬天來講的話 如果偶爾就是真的想要吃一點甜點 或是什麼 因為蓮藕有時候會做甜點 有時候做澱粉 它其實是很高價 高價其實它可以幫助 預防心血管疾病 然後對一些高血壓的人 或是上班族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隱藏性的高血壓 我們之前統計發現年輕人 大概30歲到 大概50歲左右 這個中壯年這段時間 高血壓的人 其實大概三個裡面有一個 可是都是隱藏性的 然後都沒有吃藥 不知道自己高血壓 真的喔 對 所以其實這種人 可以多吃一點蓮藕 但是蓮藕要控制 因為它是澱粉 對 它吃起來是髒髒的感覺 但它的熱量高嗎 其實熱量就跟一般的飯 其實差不多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吃蓮藕 你就不能吃飯 你就把它取代成蓮藕這樣子 好 我們都是飯 然後完了再來個蓮藕 對啊 所以蓮藕是澱粉 不能吃太多 但是它跟白米來比的話 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吃完之後 因為它膳食纖維高了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吃了一點點之後 它就具有飽足感 然後GI值是比較低 它GI值比白飯低 比白飯低 但白飯的GI值 大概都是在68 70以上 它的蓮藕 大概在30幾左右 所以其實一半 所以其實它吃了會有飽足感 血糖不會上升太快 所以其實如果家裡有三高的 想要減肥 其實你偶爾吃蓮藕 你就記得就是把它取代成澱粉 其實很健康 了解 聽說對皮膚也好對不對 對 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因為它是屬於白色的食材 通常白色的食材 都是會對皮膚比較好 像藝人 蓮藕這些 事實上因為蓮藕其實 可以提升免疫力 所以其實女生吃也滿好的 而且小朋友 其實如果容易感冒的 其實我建議澱粉裡面 可以放一點蓮藕 了解 好 既然蓮藕有這麼多好處 然後余安姐答應我們說 她今天自己做的東西 自己要吃 好 兩位今天到底要用蓮藕 來PK做什麼料理呢 首先玉琴姐 媽媽比較實際一點來囉 雙色蓮藕香肉 這個我看得出來是絞肉 對 那這個顏色是什麼 這個是紅蘿蔔壓泥 酷耶 所以其實顏色可以這樣子 就是紅蘿蔔壓泥香肉 紅蘿蔔壓泥香肉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 全部混在一起 果然是長萬的原則 因為它有洞洞 對 它有洞洞可以放進去 這個你可以吃耶 它把洞填起來了 對啊 這個不炒這個不炒了 好不好 但是我不喜歡生生的顏色 你肉 肉可以換漂亮一點的顏色 他嫩我 他嫩我 好了…不要逼他 但他要吃他自己做的料理 好不好 來 那個 那我要做的就是這個 桂花北辰蜜蓮藕 我覺得小朋友會愛這個 會愛這個 這個小朋友會喜歡 甜甜的 對 完了媽媽 妳太務實了 我務實 但我營養成份 這個營養 那這個可以當成甜點 對 就是先吃完這個再吃 OK啦 對不對 好 來介紹我們今天的評審 四位小朋友 首先是 Gavin Rider Ryan 還有Rachel 他們四位今天 就要當你們兩個小幫手 各分配兩位 各分配兩位 OK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PK賽 玉琴姐要先來幫我們做的是 雙色蓮藕香肉 用的要是什麼食材呢 來 蓮藕 絞肉 紅蘿蔔 醋 醬油 砂糖還有太白粉 好的 用的食材其實滿簡單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好 就一般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請兩位小幫手幫妳拿東西 好囉 兩位男士 可以幫我拿一下蓮藕 還有絞肉 還有紅蘿蔔嗎 好 蓮藕 絞肉 紅蘿蔔 夠 絞肉在哪裡 絞肉 厲害 好棒喔 好厲害喔 好的 紅蘿蔔 紅蘿蔔 蓮藕 還有絞肉 還有絞肉 都有了 好 對 好 謝謝 好 然後呢 其實就可以先煮滾 滾水 然後這個呢我們 好 等一下教妳 乖 其實就是洗乾淨之後 妳就可以先削 對 然後反正先削 然後再來 來 加一點點的醋 在白水裡面 把它燙熟 加醋的原因是什麼呢 加醋的原因 從網路上看到的 對 要問一下營養師 加醋的原因應該是要防止蓮藕 變黑氧化 對啦 變黑氧化 那我們反正就是把它先 把皮削掉之後呢 整個全部拿下去 然後去煮之後啊 我幫妳弄好了 我幫妳弄好了 好 來 然後紅蘿蔔其實也可以先蒸過 然後就是一樣 其實現在有一些 喜歡那種全食物概念 是連皮就洗乾淨 有一些有機的紅蘿蔔 其實連皮都OK啦 對 但是因為我們要壓成泥 所以皮還是一樣也是要去掉 不然會不好用 好 會不好用 直接丟進去 還沒有丟進去 待會兒 然後可以加一點點的醋 好 把醋加進去 最主要是會防止蓮藕 變化 沒錯 好 可以嗎 要不要我來 它其實沒有很難 很好弄 小心手喔 好的 然後這個時間我們來 我們來拌絞肉好不好 好啊 妳要來拌 妳要來拌喔 好 來 乖 妳 我來 好 妳 我來好不好 妳等一下 妳等一下弄紅蘿蔔 好 妳等一下弄紅蘿蔔 好 然後拌絞肉 其實有戴手套的 其實妳手套就可以去抓一抓肉 對 那腌肉的時候其實這邊有一些醬油 好 把醬油放進去 然後再來一點點的糖 其實也不用多 其實我通常不會弄太多 然後再來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大家在家裡還 比方說妳這一餐可能還有煮 那個雞蛋 蛋白 蛋白其實也可以加進去 妳喜歡蛋白喔 蛋白 對不對 好 就絞肉給它拌 稍微醃溢下下會有一些些味道 對不對 好的 好的 OK 好 這個蓮藕已經削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丟進去囉 OK 等一下 先把頭 先把頭 旁邊煎兩隻 好 先給它去掉一下 對 Go Go 好 直接把它丟進去囉 直接把它丟進去就可以囉 好 OK 我們在處理蓮藕的同時 我們來考考觀眾朋友一個題目 順便也問一下余安姐 看看有沒有小小的常識跟知識 好 來 蓮藕在調理的過程當中 容易因為氧化變黑有失美感 下裂方式何者沒有辦法 防止切開的蓮藕變黑呢 A 浸泡在醋水當中 B 避免用鐵質的鍋烹煮 C 保持乾燥通風 無法防止喔 對 保持乾燥通風吧 保持乾燥通風嗎 好 是不是保持乾燥通風呢 觀眾朋友 來猜猜看 好 恭喜余安姐答對了 Yay 那個伊莉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對 其實剛剛已經有加上去 因為妳今天有把醋加進去 因為它多分類其實在空氣中 容易氧化尤其是切過的蓮藕 所以其實你不是保持通風 而是讓那個氧氣整個會讓它整個變黑掉 那變黑到底能不能吃 其實也是可以 只是它比較稠一點而已 比較沒有那麼漂亮而已 對 然後鐵鍋因為裡面的鐵 其實也會讓它氧化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讓一些食材 比較不容易氧化 剛剛加醋啦 甚至有人會加檸檬汁 或是鹽 其實都可以避免它變黑這樣子 了解 所以那個鐵鍋的話 其實是不行的對不對 說實在的鐵鍋 如果在營養學上面來講 用鐵鍋去煮料理的話 相對可以補充一點點鐵 但是因為它的食材會不漂亮 所以有一些人就不太喜歡 用鐵鍋來做菜 了解 好的 好 剛剛現在呢 玉琳姐 現在這顆是已經燙好了 這也已經燙過了 對 然後再來 因為蓮藕不是有一些凍嗎 對 然後其實在旁邊 如果各位 時間還有的話 你可以切一點點 你把那個上面外面的 我們把它雕成一個可愛的 外面的雕成一個可愛的 對 可愛的什麼 會有一點花形 妳真的很搞工 這個地方會有一些那個 就把這個腳切掉 腳切掉 這位媽媽真的很搞工 她會做那個卡通便當的 對啊 不得了 我以前是做袖珍藝術的 這對我來講的 真的假的 很簡單好嗎 所以該不會每一年的冰雕展 都有去參賽吧 冰雕那不一樣 對 冰雕不一樣就對了 因為極炭過蓮藕它比較軟 是 它也比較好切 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就是 搞工的時候 其實可以再稍微 弄一點點的那個雕花 然後接下來 我們因為要香那些肉 什麼的 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切一切 好的 然後可以切 好漂亮其實 對 妳看這個蓮藕 我們加了一點都不醜 我們加了醋之後 它就會白白的 是 對 然後有一點點 其實有一點點淡淡的 對 乳白色的感覺 對 很漂亮 而且它這樣子雕啊 其實你看它那個花片 都是變成有立體感 很美啊 它有立體的出來這樣子 很像那個魚板 對 很像魚板的外型 沒錯 果然是厲害媽媽 然後再來 因為它不是有很多個小洞洞嗎 對 那我們剛剛其實把那個絞肉 已經先拌好了 然後這個紅蘿蔔 好 等我喔 好 等一下 紅蘿蔔我們已經有先燙過 有先蒸過 所以它是軟的 對 這軟的呢 把它擠成那個 切成塊狀 那要幹嘛呢 其實可以壓成 紅蘿蔔泥 直接壓 湯匙也行 其實妳就可以把一塊一塊 放在碗裡面 然後用湯匙慢慢壓 就像這樣子 對 所以妳其實是要蒸超軟的 才有辦法這樣子 對 然後妳就是用湯匙 把它弄得 這樣 這樣 妳們會用嗎 要不要用 一起 要 來 一起 好 壓壓看 用湯匙壓 把它壓泥 好 然後如果還覺得不夠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放在 乾淨塑膠袋裡面 了解 這樣 揉一揉 揉一揉 然後有點像擠蛋糕有沒有 對 這地方擠個洞洞 是 然後我們就把它擠上去對不對 其實就可以 有沒有 擠進來 然後我們就隔一個洞再擠 有沒有看到 蓮花做的感覺 對啊 有沒有 很可愛 有 然後再擠 隔一個 擠一個 就搞缸 搞缸 真的很搞缸 喜歡怎麼擠就怎麼擠 都OK好不好 不是 余安姐妳看到這 妳不會想吃嗎 我覺得好麻煩 如果做好給我吃 我願意吃 但是叫我做 這樣我做我也覺得 這對我來講有點太搞缸 媽媽的潛力其實是無窮的 沒錯 然後這個剩下的有沒有 我們剛剛就攪肉 等一下就做好了 就把那個肉香進去 香進去 多的就把它稍微 這是媽媽的 你要不要用筷子 筷子可能也 好 也可以 如果想說小湯匙 應該是OK的 用這樣把它塞進去 好 這樣 有沒有就是把它塞平 一個一個 天啊 這真的很搞搞死 這很廢時 對啊 就是當你有時間的時候 沒有 我們必須再講一次 所以就是要做到宵夜就對了 對 不是 他的感覺是說 當他的小孩 把便當打開的時候 那個人家會驚豔的感覺 對的感覺 他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了 真的 對不對 我們那不是這種 你們是哪一種 妳告訴我 小兔子的 妳是小兔子的便當 真的 媽媽做小兔子便當 我還會做小小兵便當 完了 妳不要這樣講 他媽的壓力很大 對不對 妳們亂嗆說什麼 我還會做小小兵便當 他等一下回去跟他媽媽 炒說要小小兵便當 好 來 這樣子有沒有 好 妳就是把那個洞洞這樣子 很漂亮 香蠟 好美喔 其實直接就可以去煮湯也是 對 其實煮湯也可以 因為它其實肉不會跑出來 因為裡面有太白粉 所以其實它已經會有一些黏熟度 所以妳要選擇用怎麼弄 妳蒸的還煎的還是 煎的 用煎的 但我建議煎的話 可以再切薄一點點 可以再薄一點點 雖然它其實已經是蒸過 已經熟了 但煎的可以再薄一點點 表皮會有那種黃色 金黃色 會香香的 會香香的 就用煎的 煎到兩面都已經有一點點 焦焦的 香香的 其實真的就OK了 然後再來 我覺得就可以再加一些調味料 淋在上面 那調味料妳有調嗎 比方說像醬油啦 然後蔥啦 薑啦 然後最後加一點點的太白粉 可以稍微勾一下芡 然後加一點點的麻油 黑胡椒 淋在上面 了解 這樣就完成了對不對 這樣就OK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妳講求營養健康 妳不想要煎完之後 妳不想要加醬的話 就像這樣子了 可以 乾煎就好了 很漂亮耶 對 很可愛啊 很可愛啊 這個我會很想吃耶 而且我沒有吃過乾煎 然後裡面是塞香肉跟那個 對 這個是創意的那個蓮藕料理 其實這道菜應該會很好吃 因為它澱粉 因為剛剛提到的蓮藕是澱粉 澱粉只要是下鍋去煎 它那個糖分其實會有點焦糖化 會有香氣出來 對 然後另外它裡面塞的肉 還有菜的部分 其實它可以當成小朋友 一個點心的一餐 因為我們希望點心裡面 小朋友主食可以多一點 然後伴隨著蛋白質 所以有絞肉的部分 那家裡其實如果搞不好 有雞肉也可以 反正就是有什麼肉 我們都可以把它塞到裡面去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營養還滿好的 可是可以再補一個綠色的蔬菜 綠色的蔬菜 就是很不喜歡吃的綠色蔬菜 把它搭配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它整個 營養價值都會滿分 了解 那肉的部分 如果要給小朋友吃的話 是瘦肉比較好 還是就是 如果一般來講 你到外面去菜市場 絞肉大概都是七三 通常都會是那種 肥肉很多的 然後燒肉比較少 但是你其實可以跟 那個絞肉店的老闆跟他說 你要五五 比如說一半一半 對 它其實還是保有肉的那個優質 但是至少你不會太肥 尤其現在小朋友其實有一點胖 所以就是肥肉部分不要太多 對 不過我覺得這道料理 看起來就很漂亮 令人食指大動 對 是一道鹹的料理 這個蓮藕香肉 吃完鹹了之後 我們就要來欣賞一下 余安為我們節目當中 特地精心準備了這道料理 我是還滿想吃吃看的 來看看余安上什麼菜 接下來是余安姐 要幫我們上甜點 這道是桂花冰糖蜜蓮藕 到底要怎麼做呢 食材有什麼 包括了有 蓮藕400克 糯米50克 紅棗5粒 冰糖60克 以及桂花蜜5湯匙 其實食材算簡單 對 因為太複雜我也記不起來 OK 好 我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然後Gavin跟Rachel 你要請他們幫你拿東西 好 幫我拿三樣 我要蓮藕 糯米跟紅棗 蓮藕 糯米跟紅棗 這樣你們就聽懂了 加油 三歲紅棗是什麼都還沒看過 他們就可以了 看完 我覺得這道菜應該會是 桂花蜜匙 糯米沒錯 他們一下就拿完了 對 很厲害 好棒 妳好紳士喔 妳都幫女生拿 妳的很好耶 謝謝妳 糯米 好 謝謝 那基本上呢 蓮藕的處理方式 就剛剛預期的 也是一樣的 就先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呢 我們一樣先去平 然後呢 把頭跟尾把它切掉 但是切掉呢 頭跟尾不要丟掉 不要丟掉 它還有用途 OK 然後呢 蓮藕的那個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 就醜醜的洞 先用水把它醜 不好意思它不醜 它其實很漂亮好不好 有很多 漂亮的洞 然後妳要用水燒 把它沖一下 不然裡面黏黏 待會我們要塞糯米 會不太好塞 了解 好 那這些動作 我們都做完之後呢 它就會長這樣 是 長這樣呢就是皮去掉了 頭跟尾去掉了 然後裡面也沖乾淨了 對 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塞糯米 可是妳糯米是不是要先泡 對 那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大家知道 糯米就是比較扎實 對啊 所以我們大概泡個 兩到三小時 讓它已經有點軟化了 待會兒要煮 它會熟得比較快 了解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請兩位小幫手 幫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麼事 你們可以幫我把米 塞到漂亮的洞裡面嗎 這個太難了 太難了 這太難了 這太難了 這個是油管裡的成品 我們等一下要評分的好嗎 真的喔 對 你應該要先示範 塞完之後 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工作 再交給小朋友做 好 那我示範給你們看一下 對 你不能什麼都叫小孩完成吧 今天是你要比賽吧 我的目的被發現 基本上你在塞的時候 下面當然要放個碗或盤子 因為它會從下面漏 對啊 我們上下都已經切開了 然後接下來呢 其實就很簡單 我覺得很簡單 小孩不知道嗎 就把它塞進去啊 對 有洞就塞哪裡就塞 我們也覺得 食材都很健康啊 難道你不知道嗎 你都不吃 因為誰叫它 就是 那麼重 再漂亮一點我就會吃 真的很飄實耶 超飄實的 等一下我這習慣 就先把它鋪在上面 然後就把它洞這樣子 是 這樣 我在家練習 我覺得它這樣還滿快的 對 這樣子就把它塞進去 然後呢 塞的時候呢 一樣筷子輔助 對 把它往下扣 對耶 這樣快 然後有一些洞比較小的 可以用牙籤 了解 牙籤都可以 塞糯米啦 剩下來 你們兩個玩喔 好不好 你不要讓他們玩那個東西啦 真的嗎 真的真的 他們等一下會把那個東西 弄到那個地上去 好吧 那你們跟他分享感情 等一下加一些 加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好吧 那對他們來講 對不對 Rachel覺得有點難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先鑽到後面去 她的表情說 有嗎 有很難嗎 她心想說 這個有叫我塞這樣對嗎 你的通告費要不要給她 另外一個紅棗 因為它的醬子裡面有紅棗 所以紅棗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它還是先泡 是 把它泡軟 因為一般我們買到都是乾燥比較多 對 所以呢先把它泡軟 一樣喔 就先把它畫一刀 然後把裡面的紙 這樣子 紙就出來了 厲害喔 對不對 你只是不喜歡做菜而已 對 我覺得我應該是有天分 但是就是不喜歡 而且你都講得那麼好 講得跟真的一樣 果然是購物專家 他不會做菜人 他講得好像一副 他已經可以做大菜 一個人可以做什麼 對 他講得很厲害 真的啊 就是你不要看我在廚房裡的動作 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 感覺好像很賢慧對不對 對 就是誤會 一切都是五花 原來在處理那個紅棗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來考玉琴解一個問題 那觀眾朋友也可以跟我們一起答答看喔 嗨 蓮藕 什麼啊 還沒有出題目耶 來 蓮藕不管在中醫或者是營養學 都是十分營養的食材 所以它有什麼的清道膚之稱呢 A 血管的清道膚 B 口腔的清道膚 C 皮膚的清道膚 C 皮膚的清道膚 剛剛營養師在前面有講過嗎 你有在聽耶 他們也有在聽喔 A是什麼 血管的青稻膚對不對 好 恭喜妳答對了 所以蓮藕真的有 血管青稻膚之餐 對 因為蓮藕剛剛提到高纖維 血管通常會塞住 大部分都是油脂 吃太油 所以其實它可以幫助 油脂把它掃掉 然後第二個就是 蓮藕它有一個特色 為什麼跟血管有關 因為它屬於高甲的食材 所以如果家裡老公血壓比較高的 或是常常發脾氣的媽媽這一種 還有壓起來這一種 其實如果是真的血壓高 我們會建議吃一點高甲的食材 讓那個血壓可以壓下來 還有就是吃太鹹的 像很多外食吃太鹹 應該說高甲可以帶現鈉對不對 把鈉帶出去 對 所以其實要吃這個蓮藕 就是把它換成澱粉 換成蓮藕 可是妳說媽媽有時候脾氣壓起來 不是因為血壓高 是因為被小朋友害的 小朋友太頑皮了 是老公害的 我們愛小孩子就會說是老公害的 真的 好 妳剛剛那個塞完蓮藕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把它封頭封尾 封頭封尾 我剛剛講頭跟尾 你切掉的時候你要留著 因為你煮的時候那個米 怕它跑出來 是 所以呢 頭跟尾呢 妳就這樣子把它 喔 了解 然後煮那個牙籤 把它固定住 所以妳原本先去頭去尾 但是現在要把它封頭封尾 就把它弄回去 就這樣牙籤把它這樣固定住 這樣就可以了 去蒸嗎 對 用煮的 用煮的 這樣子妳就把它固定住了 然後直接丟到水裡去煮 丟到水裡 好 讓它下去 但是丟到水裡當中 是不是要加什麼東西進去 對 因為我們這個是 所謂的有桂花 又有冰糖蜜蓮藕 聽起來就很好吃 所以它需要一個蜜的過程 對 所以蜜的過程呢 我們剛剛有準備了冰糖 冰糖啊 因為它是到最後 它要把那個水的部分 濃縮成它的那個sauce 所以糖妳可以用力的加沒問題 我們剛剛準備的糖 全部加下去 真的好多喔 再來紅棗也加進去 偶爾吃還好啦 偶爾吃應該OK吧 對 李李偶爾吃可以嗎 好啊 她說好啊 不是 你吃 妳也不會一次吃個五片十片 對 然後其實吃個兩片 我想還OK 對 我們剛剛加了冰糖 然後加了紅棗 紅棗 然後現在就加 因為它是桂花蜜蓮藕 好香喔 有桂花耶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這道很厲害耶 好 那基本上你如果是用一般的鍋子加水醬煮喔 大概需要 比較久的時間 大概要一個多小時 那個蓮藕才會整個透 然後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你家裡如果有壓力鍋 你可以用壓力鍋來煮它 可以縮短它的時間 了解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你自己要那個蓮藕 要什麼樣的硬度或軟度 對 你自己再稍微去調整一下 對 然後水呢 不用把那個蓮藕整個蓋住 大概就讓它一半 因為基本上你讓它整個蓋住 你到最後要收那個醬汁的時候 你要收很久 了解 所以你弄到一半的話 上面的話你是不是要翻動它 對 對 就稍微 因為你要測它的那個軟硬度 對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這樣搓一搓 我真的覺得你不會做菜太可惜 你講得一副大廚的樣子 是不是 是啊 我也覺得 要不要轉戰 轉戰什麼 趕快發一本什麼料理書之類的 你說叫做阿安斯什麼之類的 阿安斯 對 你現在有媽媽敢買嗎 OK啦 它講得很好耶其實 這個就是蜜丸的 對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的 頭跟尾先拔開 又開始去頭去尾了 對 然後通常那個頭跟尾 會稍微醜一點點 因為會有點爆漿 對 所以稍微把頭跟尾跟切掉 這看起來好厲害 好厲害 我覺得它切下去那個黏醜的感覺 對不對 好美喔 對 切切切切 對 不過我剛剛從那個 玉琦那裡學到一個 你那個顏色不想讓它這麼粉的話 可以再稍微加點其他的那個 醋之類的 對 一點點 因為不然那個醋的味道也會影響 好美喔 我可不可以就是先吃一片 請 請 什麼杯 我就是要吃你管我 你這個都還沒有加那個醬汁喔 好 超好吃的啦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蓮藕呢 跟糯米這個地方 已經完成對不對 但是你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裡面不是有湯汁 這個時候你就把它火開到最大 讓它收 對 把它收到那個咯咯稠稠的 再淋上去 它收到最後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有 那個冰糖的顏色 你剛剛那個醬汁給你 我知道 還有桂瓜 知道不行 不得了啦 好不秀 天啊 這樣子 完成囉 完成了 搞定 來 這個真的是女生很愛的 因為它做了甜的口感 其實它這個主要是澱粉 澱粉其實它真的會讓我們 比較有精神 確實可能如果等一下 如果不要加這種糖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 剛剛你第一次吃的那個 對 其實一般女生如果要減肥 想要吃一點甜點 倒是可以這樣做 然後我覺得這道菜很漂亮 你看它的那個紅棗 其實有點綴 紅棗很有趣 有一句那個諺語叫做 一日三早 長生不老 對 就是一天吃三顆 那你就是長生不老 就是會補氣 然後讓你長瘦這樣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 紅棗平常也可以就直接拿來吃 其實紅棗的話 第一個 它是屬於是水果類 所以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 如果是以紅棗 大概是兩湯匙的紅棗 大概六顆左右 我們就會換成一顆 柳丁的熱量 所以它其實可以吃 但是不能夠吃多 而且它今天其實 它用了這個紅棗裡面的甜味 來把它這個味道 又更有層次感 對 所以其實這道 我覺得女生要吃甜點 真的要打小孩之前 可以先吃一下 對 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以後我們節目的話 應該也是要讓我先 稍微吃一下對不對 因為小朋友 他們就會很直覺的去選擇說 譬如說鹹的或甜的 他們如果甜的就選甜的 但我真的要幫圓安講一句話 我覺得它今天的冰糖的比例 長得非常漂亮 我以為妳剛剛冰糖加很多 沒有 因為它是蜜 妳要先讓它進去 但是妳知道 它即使冰糖量加醬 它蜜出來這個竟然不甜 所以我覺得大得分 但我還沒吃過玉琴的 對不對 OK 接下來就到我們非常殘酷 該不會今天說 口口聲聲說不會做菜的 餘安慧贏得勝利吧 我們來看結果 一位很會做菜的媽媽 跟一位非常會講的購物專家 兩位的大PK 又講得跟真的一樣的購物專家 到底誰會獲勝呢 我非常好奇 來 小朋友來試吃囉 來吃喔 怎樣的都吃喔 先吃這個 有紅紅的這個好不好 鹹的 先吃鹹的 有沒有好吃 那個Right the day你要吃喔 他們的表情好大廚 好像真的在平耶 等一下喔 他們是美食家 真的好厲害喔 還是他們餓了 表示他們也不挑食 他們不挑食 有些小朋友做你面一點 好棒喔 一口一口慢慢吃 吃一口就可以了 對不對 OK 等一下再把它吃完 好嗎 可以嗎 接下來我們吃第二個 是甜的喔 甜甜的喔 來 甜點這個 還有 有啥子 他們迫不及待 好 什麼臉啊 Gevin的臉 感覺 有點 有點疑惑 我看不到 看不到 我很好奇喔 看不到 好 那個來投票 Gevin先投好不好 搞笑 還有一個投 沒有 妳是第二個 妳是第二個 來這邊 你要去哪裡 投票之前 以你幫我預測一下 好 因為迫不及 他要叫小朋友投票 他們兩個迫不及到頭 我覺得兩道菜 以蓮藕料理來講 算是真的厲害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鹹的那一道 因為蓮藕本身沒什麼味道 說實在的 然後它裡面加了絞肉是重點 因為絞肉其實 因為油脂很高 所以其實它帶著那個蓮藕 其實香氣整個提升 我覺得非常好吃 而且剛剛其實有點放涼 它其實味道都有入味 所以其實如果再稍微 再撿個恰恰 那個其實不得了的好吃 我覺得突然有一種 肉鬆香肉的感覺 有 有肉鬆的味道 很好吃 對 然後甜的這一道 我覺得 有一點像是我們平常在吃 那個甜的蓮子湯的感覺 而且蓮藕本來就可以打成粉 做成連勾芡 所以它其實剛剛用那個糯米 然後又加上蓮藕 其實它整個是稠稠的 可是它沒有很甜 但是吃在嘴巴裡面 其實你吃進去之後 你嘴巴也會覺得 香香甜甜的 有桂花 有桂花 然後澱粉裡面其實咀嚼 我覺得還滿有飽足感 了解 但我覺得小朋友 我覺得會平手 因為 真的嗎 對 因為它的桂花甜 沒有甜到小朋友真的 那麼酸 甜到酸的甜 沒有到糖果那種甜 但是鹹的部分 我又覺得味道又很夠 對 如果是我預測的話 我預測甜的會獲勝 還是因為我是小孩 然後我預測 就是個人口味 我覺得甜的會獲勝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鹹食人 但沒曉到今天甜點 竟然收買了我的心 可是妳覺得甜的好吃 是因為不甜 可是小孩就說 那它不夠甜 那有可能 我擔心的是這個 有可能 好 那我們就看 小朋友的抉擇了好不好 那個Gavin 右邊是甜的 左邊是鹹的 好 請投票 好 那我們就看小朋友的抉擇了 好不好 那個Gavin 右邊是甜的 左邊是鹹的 好 請投票 Yeah 鹹鹹 他投了 他投了鹹的耶 他投了鹹的耶 對 我記得他是喜歡甜的 對啊 他喜歡甜的 換你囉 換Ryan 換Ryan 加油 Ryan 右邊是甜的 你要聽一貝姐講話 快點你看我 右邊是甜的 左邊是鹹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投票 甜食 他投了甜的 謝謝你 好 他的公仔炒食物耶 他想吃啊 公仔想吃啊 好 Rider 你知不知道右邊是甜的喔 對 是那個甜點 左邊是鹹鹹的 裡面有和蘿蔔的 好 請投票 GO 甜食物 這邊擺的公仔很想吃 有沒有 寶寶都很想 公仔很想吃 對 但我覺得 搞不好 可以就是決定 對 妳不覺得我剛剛說的很有道理嗎 搞不好他就放那邊 不是 搞不好 因為小女生那麼喜歡吃甜的 女生喜歡甜食啊 會不會 那個Rachel 左邊是鹹的 裡面剛剛有 紅蘿蔔的顏色 那個紅蘿蔔的 有肉肉的 右邊是甜的 OK嗎 好 請投票 好可愛 妳看看 妳幹嘛 小朋友還是喜歡甜的 小朋友還是喜歡甜的 真的 真的 重點是 我一定要跟鏡頭前的 我兒子說 妳休想我做甜點給妳吃 對 妳們家不做甜點喔 做啦 但是如果要加那麼多糖 我會考慮 所以妳是一個健康 講求健康的媽媽 我真的還是很實際很務實 因為小朋友跟他們差不多大 對 但我問妳 妳今天竟然輸給一個 完全不會做料理的人 妳有沒有覺得很shock 我等一下要去拍八點檔 所以沒有關係 沒有 她已經被八點檔洗腦 現在頭腦不清楚 我氣死了我 怎麼會輸給她 對啊 會不會很生氣吧 我覺得應該這個 應該多一點肉 它那個香氣才會夠 是 我真的完全被甜食收買 我覺得我自己都很意外 真的 但 宇安 今天最大的 最大的重點是 我們節目時間夠了吧 沒有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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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就是妳要吃妳做 妳做的那道料理 吃一小口 收視率會感覺高 我跟你講 因為我吃了會感覺高 對啊 因為妳從來不吃的 因為妳不吃的 對啊 妳從不吃的 來喔 這是節目當中最大的賣點 來… 妳自己下手 吃一小小口就好 沒有剪刀 可以把它剪小一點 妳可以吃一小小口就好 妳自己來… 我自己來 對啦 我跟你講各位觀眾 從來不吃蓮藕料理的 這是我這一輩子的第一口蓮藕 這輩子的第一口蓮藕 這輩子的第一口蓮藕 就獻給我們妳 對不起 在上海我有吃一點點 對 真正的這樣一整塊的 這是這一輩子第一口 真的 醜嗎 明明就很美 它很漂亮 我覺得凍塞起來有好一點 真的喔 好多了 只要把凍塞起來就OK 來囉… 請吃享用 妳也太小口了吧 這些小姐 上面有那個蜜耶 應該還OK吧 對啊 我是在哄小孩是不是 為什麼會有那個 淺淺的味道 哪有淺淺的味道 有熟嗎 有啦 我剛剛都吃了 有啦 我自己煮的有熟 對 妳要連糯米一起吃到 她有吃了… 如何… 有吃到脆脆的 我怎麼有紅蘿蔔的味道 哪有紅蘿蔔的味道 紅蘿蔔是我那一道 這幾次也哪有 口感真的有一點錯亂 可是妳自己憑良心說 是不是其實還不錯 妳為什麼不吃蓮藕料理 怎麼會還不錯 OK 妳知道我們今天這個比賽 我真的覺得 是非常荒謬的比賽 贏的人 贏的人吃完之後就說 這怎麼會好吃 對 然後輸的人就說 真是認真耶 媽媽 為什麼會輸給他 奇怪 為什麼真的好吃 我跟你講 妳等一下要檢討 妳要來吃它的料理 好 然後如果它真的很好吃 妳就做給妳兒子吃吧 OK OK 真的不甜吃 真的不甜吃 甜度稍微這樣降低一點 不過恭喜魚安獲勝 耶 大家可以嘗試做這個蓮藕料理 尤其是這一道 真的收買了我的心 今天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謝謝依妮 謝謝 謝謝所有小朋友 就續約三次見了 拜拜 拜拜